明白师傅 请问此处可有红糖啊 有 红糖 足足有两斤呢 你谁啊 你是不是刚生过孩子 是 你臭女人生孩子做什么 活该 这个我给你喝了 别再出来吵人 师傅 师傅 怎么烧得这么烫 趁着去还没有封路 赶紧跟我回新凉台 你接过去的可是臭女人 我知道 你不知道 她是个女人 女人都会让男人伤心的 好 不走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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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要干什么去 柴火不够 我吃完饭再去捡些来 也不能吃完饭去呀 现在去 不了 我吃完饭再去 你身子好 现在去 哎 怎么了 凭你掐你 你就还手是吧 哎 一别数年 娘娘打骂 静白还厉害吗 怎么 你也知道西贵妃 打静白的事吗 静白在甘露寺 要砍柴 洗衣 做种种粗活 寒冬腊月 手还浸在河水之中 她若不做 贵妃便动辄打骂 静白时常病痛 还在下雪之际 被贵妃诬陷 偷了燕窝 赶出了甘露寺 几次 差点活不下来 静白怕点死在贵妃手里 西贵妃还在下雪之际 去了凌云峰 凌云峰那种地方 偏僻默人 常有太医和一毛出没 西贵妃 真与温太医和一毛有私 西贵妃殴打敬拜 四公太医和老十七 打入冷宫